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几个小时的硬卧马上到站 终点是一场婚礼 但又不仅仅是一场婚礼 确切地说 是一次时隔多年的重逢 三十岁的我 整日徘徊于家和工作 剩下那么一点时间留下来给休息 连周末跟朋友出门都提不起劲 所以在此之前 我一定想不到自己会连夜赶一趟火车 只为了清晨抵达 去赴青春的月 时隔多年 我们又重新坐在一块 她胖得差点没有认出来 但笑声还是一样的清亮 她把短发留长 转头的时候 马尾会在脖子上晃荡 我呢 还是很爱哭 是整尖最废齿的那个 恍然坚决的十年很漫长 就这么让一群小屁孩 变成了体面的大人 想想又觉得岁月宽厚 无论你走了多远多久 总有一群人记得你 曾经年轻时候的样子 在他们面前 不需要伪装 也不用刻意应酬 甚至可以做回十几岁的那个自己 你也会有这种感受吗 好像散落天涯的老友 能凑到一张桌子上 是比重彩票还要困难的事情 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工作生活 有的人放假了 有的还在加班 你可以随时出远门 但恰恰就是这一年 她生孩子不方便 七八个人刚刚好 在同一个时空下重逢的概率 其实很小 所以越是长大越是明白 全都看到这句话里面 终究藏了多少的曲折 因为重逢是成年人的世界里 拼尽全力才能够促成了圆满 最近在B站上 我有刷到李雪芹的视频 来自她高中同学发起的一个挑战 从毕业照片里选择十年前要好的朋友们 重新去见 在六分多钟的视频里 他们讲到当初靠斗破苍穹这部小说 熬过了考学的痛苦 想起李雪芹之今 仍然怀率着作家的梦想 然后感叹分开之后身边的朋友 就好像是撒下的一把种子 落到了各自的泥土里 最后他们说起重逢 以前李雪芹说 她觉得世上最浪漫的事情 是相遇 那是故事的开始 可是后来她更加确信 久别重逢 才是世间顶级的浪漫 跟爱的人重逢 才会知道当初的分开 是必然还是遗憾 跟家人团聚 你才能在拥抱的时候 发现爸妈老了 会变矮 是人生的现实 而跟老朋友的相见 就是重温过去最好的方式 都说没有重逢 何谈珍惜 在岁月流逝当中 那些没有走散的人 全都健健康康地坐在一块 哪怕明天 还是要继续面对更大的世界 但今天的我们 仍然有着不醉不归的尽心 朋友说 她觉得重逢 是一个后劲特别大的东西 因为见面之后的那些日子 沉寂的小群 出现办不完的消息 很多人就此续上了联系 好像经过一场短暂 又充满力量的相聚之后 连眼下那种单调的生活 都有了新的色彩 或许我们太习惯门头赶路 总想着 等过好了再见吧 等忙完再说吧 却没有意识到 重逢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而存在的 疫情三年 第一次在家过春节的时候 碗里的菜堆成了小山 那段时间故意在爸妈面前耍赖 连工作的压力都少了很多 跟大学室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听他说起毕业时候的我们 喊着要去更大的世界 似乎瞬间就找回了在北京坚持下去的理由 我很喜欢重逢 有时候会尽可能地逆着时光往回走 因为我喜欢那种带着过去的祝福 重新上路的饱满 所以我愿意坐一天一夜的火车赶一场婚礼 我知道那些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们会鼓励我 他们会说 喂 你要永远像十七岁一样的勇敢 被爱 被支持 被想念 是重逢带给我的珍贵 你有发现吗 人们不会特意记录 失去 但我们一定会在朋友圈里面 晒相聚时候的碰杯 晒冲进对方怀里的幸福 还有每一次家庭聚齐的合影 所以再见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啊 它让等待的日子有了盼头 也让日历上那些不起眼的数字 有了意义 人生不该只有聚散组成 人生应该是 相遇再加上重逢 这一天我回家 那一天你抵达 反正天气很好 不如就见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e got nothing to lose we got nothing to lose and we got nothing to lose i'ma cut your string and you made me see there's nothing to lose i'm waving in sunday and you made me do you made me through the unknown יה